大家好 好久不见 结束了三周的假期 让大家久等了 大家知道我的频道是做无人机开始的 那么除了大疆之外 我也好奇 到底其他的无人机厂家的设备 到底怎么样呢 我最近测试了道通的无人机 是他们的迷你的这款无人机 是这个 EVO Nano Plus 也是249克 那么大多数国家地区 不需要注册 就能起飞的重量 那么他的画质和性能到底怎么样呢 我们来看 我手上的这款是橙色的 我发现道通的设备在颜色上是很大胆的 所以很容易和其他厂商的无人机区别开来 我们先来说说他的基本参数情况 首先他采用的是 这个1.28英寸的SIMOS的这个感光元件 那还有是F1.9的光圈 这使得他在暗光的环境下能够拍摄到比较好的一个画质表现 那照片规格是5000万像素 对于视频拍摄 他最高支持 4K30帧的HDR拍摄 稍稍可惜的是他没有这个60帧 但是不过航拍的话呢 在那么高的距离拍摄 其实我自己是很少会用到60帧的 那比如说24帧25帧30帧已经很够用了 那续航的时间是28分钟 另外就是图传系统最远是10公里 在测试中我周围有楼房有树木 我没有遇到过一次信号丢失的问题 这点是让我非常惊讶的 另外跟随模式在现在的固件版本中也加了进来 最后最重要的就是他有前后下方的双目避让系统 那这对于新手玩家来说是非常友好的 参数是一方面 那对于一款无人机 特别是这种迷你型的无人机 我们用画质来说话 它的画质表现 我想说的是比较令人惊讶 因为我是第一次接触这个道通这个无人机品牌 当然之前我一直有听说过他们 为什么迟迟不入手 也是担心画质会不如我的预期 而当我入手了这款EVO Nano Plus之后 是彻底打消了我的这样的顾虑 那么下面我们来看一段我用这款无人机拍摄的一小段 电影感的这种小样片 我们下期再见 怎么样很不错是不是 首先得益于HDR拍摄 配合F1.9的大光圈 使得它的画质在高光的抑制和暗部细节的保留上做得非常的好 对于基本的调色来说 你也会有相对比较多的空间去处理这些细节的部分 而它的对焦系统也是非常的准确 完全不会出现跑焦的问题 当然对于新手玩家来说 它也当然带有一键短片的功能 比如说冲天 渐远 环绕等等 就算是第一次操控 你也能轻松的拍出大片 但是需要提醒大家的是 因为没有侧臂障 所以请大家务必在开阔的环境下飞行 最后建议大家购买唱飞套装 虽然它的续航可以达到28分钟 但是对于寻找拍摄场地 构思画面和运镜组合等等的考虑 一块电池是肯定不够的 而唱飞套装也会为你提供一款收纳包 这样对于你的出行也会更加的方便 对于道通无人机 我觉得整体下来 我还是很惊讶于它的表现的 那对于消费者而言 更多的品牌的无人机出现 也会为大家在购买上带来更多的选择 好的 希望你会喜欢这期节目 我们下次见啦 拜